哈囉,歡迎來到喬燒康 我是喬兒 今天很特別 趁著秋天的尾聲出個外景 我在湖邊租了一個小木屋 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在這裡完成 那這小木屋環境非常優美 但是附近一間餐廳都沒有 所以三餐都要自理 我在這邊煮了早餐、午餐 還有甜點喔 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 如何不用烤箱 用蒸的就可以做出日本的長崎蜂蜜蛋糕 那我們就開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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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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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好 好 旅程的第一天 抵達我們這次的目的地 是魁北克靠近國家公園的民宿 左邊看到就是我們這次租的小木屋 一總進去看到大面積的落地窗跟窗外的湖景 肩膀都放鬆了 整個環境很幽靜 然後真的是湖邊小屋 因為湖啊離我們不到50公尺 現在呢是秋天的尾聲 還看得到一些楓葉 行李放好之後來做不用烤箱水蒸板的長崎蜂蜜蛋糕 那準備烘焙紙 沿著模具的底部做記號 剪開一側 在模具內塗油 讓烘焙紙盡量服貼在模具上 這樣準備工作就完成了 很簡單吧 來分蛋 來分蛋 那蜂蜜蛋糕配方中蛋黃的比例比較高 所以分完蛋呢會剩下一些蛋白 不要丟掉喔還可以再利用 那小木屋的地點啊在深山中 所以三餐呢都得自己煮 想要叫外送 手機呢都沒訊號 所以呢我帶了北頂多功能蒸燉鍋 那這一次準備的食譜包含料理跟甜點都要烤它完成了 做蜂蜜蛋糕最重要就是溫度的掌握 把熱水呢倒入蜂蜜中拌勻 然後以及蛋黃 那我故意放在呢有熱度的蒸鍋內 因為呢蛋黃跟蜂蜜最好都保持在溫溫的狀態 大概四十幾度 這樣待會比較容易打發 然後今天呢我們會隔著熱水 來打發蛋白 蛋白放到室溫之後也會比較好打發 加入三分之一的砂糖 然後用高速繼續打發 然後用高速繼續打發 等它整個都呈現就是白色的泡沫狀之後 就可以把剩下的砂糖都加入 那一路呢要打到它濕性發泡 拉起來有小彎勾的狀態 像現在這個樣子 就完成了 把蛋黃打散 加入我們打好的蛋白霜當中 那看到這邊呢 你可能覺得有點奇怪 怎麼跟平常看到蛋糕的做法不太一樣 因為這個是傳統日式的手法 加入蛋黃之後呢 整體其實就是全蛋打發了 那全蛋打發呢要注意就是要徹底打發 所以這個階段呢大概要打發個兩三分鐘 如何判斷已經打發完成呢 就是你在蛋液上寫個8 如果它的痕跡會留在表面上 不會立刻消失 表示已經完成 然後接著就用低速 稍微回一下 把氣泡打小 然後一邊加入我們熱的蜂蜜水 最後加入高筋麵粉 沒錯 蜂蜜蛋糕呢 是加入高筋麵粉 因為這樣做出來呢 會有比較紮實 然後QQ的口感 高筋麵粉呢 它的支撐力會比較好 因為一般蜂蜜蛋糕呢 它的高度都蠻高的 最後打到看不見粉類就可以停止 將麵糊倒入模具中 那今天這個做法呢 你要用什麼形狀的模具 長條圓形都可以 那一個大原則就是麵糊大概抓6分滿 這樣蒸完之後就會滿膜 用竹籤稍微繞一下 把大氣泡排出 要記得這時候蒸鍋呢 要已經預熱好 就是水要保持在沸騰的狀態 準備一張比較大的鋁箔紙 在它的內側呢刷上油 防止蛋糕沾黏 密封包好模具 不要留任何的空隙 把包好的模具放入已經預熱好的蒸鍋內 然後我們要蒸40分鐘 如果你的份量呢有增加的話 蒸的時間也要適當的延長 我試過如果這個配方做兩倍的份量呢 大概要蒸到50到60分鐘 因為蒸的時間比較長 所以隨時呢可以觀察一下水位 如果水不夠的話 就有兩側的注水口加水 那不需要打開蓋子 在蒸的時候都不可以開蓋喔 要保持它的熱度 蒸好之後不用特意的去燜它 直接呢戴手套把蛋糕取出 打開鋁箔紙 將蛋糕側躺 然後翻轉出來 撕掉我們一開始的烘焙紙 蛋糕很容易就可以脫模了 蒸熟的蛋糕不會塌 不會黏手 然後輕輕按壓呢會回彈 蜂蜜蛋糕在室溫自然放涼之後 用乾淨的布或者是保鮮膜包好 那進冰箱冷藏 至少兩個小時 這個蛋糕反而不適合當天吃 最好冷藏隔夜 味道呢會更融合 好吃很多 試試看 那這是蜂蜜蛋糕冰過的樣子 那你可以把它四邊給切掉 這樣形狀呢會更漂亮 水蒸版的蜂蜜蛋糕雖然少了那一層 核色的蛋糕皮 但除此之外 味道跟口感 幾乎跟傳統版的蜂蜜蛋糕沒有太大的差別 完全可以吃到蜂蜜雞蛋那個香甜的味道 還有蜂蜜蛋糕它獨特會回彈的口感 蛋糕沒有加任何的化學添加物 也沒有奶油 用最單純的原料 搭配很溫和的水蒸方式 做出吃了不上火 然後越嚼會越香的水蒸版蜂蜜蛋糕 在小木屋做的那一次啊 蛋糕有點凹有點翻車 所以回家後我不甘心再做了一次 這次的蛋糕就很平整 恢復我的正常水準 主要的原因是拍攝當天因為太忙了 所以當我把蛋糕放進蒸鍋的時候 水沒有滾然後溫度不夠 那在家裡做的這一次 我的蒸鍋內水保持沸騰的狀態 以及把全蛋打夠發 這個步驟也很重要 蜂蜜蛋糕製作上很大的門檻 常常是卡在器材 就是傳統的做法呢 是用木箱去烘烤 那很多人因為沒有木箱 因此就不敢烤了 那今天提供這個水蒸的做法 不但不需要烤箱 用手邊你有的模具 就可以做到 而且味道也不輸傳統的蜂蜜蛋糕 如果你想要自己做蜂蜜蛋糕 但是呢因為種種原因卡住的話 希望這個水蒸版的做法 可以讓你跨越門檻 如果你想要做的是傳統版 那我在和風日式蛋糕 這個課程內 有分享正統日式蜂蜜蛋糕的做法 那它是用烤箱低溫 長時間的烘烤 課程的連結我會放在影片敘述當中給你參考 成品一點都不輸市售的水準喔 超級好吃 順利拍完蜂蜜蛋糕了 趁夕陽還沒下山之前 民宿主人很貼心 他有提供獨木舟 可以自己滑 當天湖面上只有我們一艘船 周邊的景色呢也超級美的 回到民宿 來為明天的午餐做準備 明天要吃的是港式魚片粥 80克的白米 一點點的麻油 這樣米飯呢不會糊底 以及250cc的熱的雞高湯 也就是生米三倍的水量 那北頂的蒸燉鍋 他有附燉鐘的這個配件 選擇燉煮功能 設定40分鐘 那他有一個很棒的功能 就是他可以預約 所以我預約8個小時之後 這樣早上呢 剛睡醒 他自己就會啟動開始煮粥 那準備好之後 就可以放心睡覺了 小木屋內呢 他的角落有一個迷你火爐 超級可愛 可以自己烤火 Hi Good morning 隔天早上出門之前呢 要來完成我們的 港式魚片粥 切一點薑絲 還有蔥花 以及我自己帶的龍荔魚片 那這個食譜呢 用任何的白肉魚都可以 龍荔魚呢 吃起來很嫩 QQ的 昨天的蜂蜜蛋糕 有剩下一點蛋白 剛好可以醃魚肉 蛋白呢 會讓魚肉吃起來很滑很嫩 加點鹽 跟白胡椒 稍微醃個10分鐘 那給大家看看目前粥的樣子 稍微攪拌一下 放入醃好的魚片 薑絲 蔥花 還有蓋過魚片高度的 煎魚高湯 Dashi 那我是用澎大絲去泡的 大概100cc左右 油 整個過程都不需要顧鍋 最花時間的地方呢 就是把白米煮透這個步驟 在我睡覺的時候已經完成了 所以最後呢 大概再燉個10分鐘就可以 那港式煮粥的關鍵 就是要從生米開始煮 讓米充分吸收那個高湯的精華 才會入味好吃 之前我有試過 用煮熟的白飯來做粥 那個味道 就明顯差很多 不行 港式魚片粥完成 最後看個人的口味 我喜歡呢 再淋一點麻油 更香 自從在港式餐廳 吃過魚片粥之後 我就很愛這個味道 其實呢 很簡單 完全不需要顧爐 也不需要特別攪拌 那用燉鍋的方式 就可以煮出 吃不出米飯顆粒 然後鮮味十足 很養生的 龍力魚片粥 今天的行程啊 我們是要去 國家公園爬山 所以我把煮好的魚片粥 放進保溫罐內 就可以準備出發囉 爬了一個小時 看到的國家公園絕美風景 回來之後 準備來泡 這是我們這一次最喜歡的亮點行程 那Sana呢 算是還蠻常見的 可是它很酷的地方 就是它有一面 透明的 球狀觀景窗 我們一共泡了兩次 我們一共泡了兩次 晚上呢 可以看夜景 然後白天呢 可以看湖景 泡完澡之後呢 吃一片冷藏隔夜的蜂蜜蛋糕 這個蛋糕冰過之後 真的更好吃 然後那個蜂蜜味會更濃郁 最後一天 早安 今天呢要吃的是中式的早餐 饅頭夾蔥花蛋 把蒸鍋 組裝好 以及我這次帶的蔥 全部切光光 這個旅程呢 沒辦法帶很多食材 所以要充分利用 還有蜂蜜蛋糕 剩下來的雞蛋 反正呢就看冰箱 剩什麼材料就用吧 加一點 鹽跟黑胡椒 又是同樣的模具 再度利用 那蒸個三分鐘 玻璃上蓋呢 玻璃上蓋呢好處是 隨時都可以check 食材的狀況 我看一下喔 蔥花蛋已經凝固了 換上冷凍饅頭 大概再蒸個10分鐘 那我很喜歡它的一個設計就是 它蓋子呢 其實是有個弧度 所以所有的水蒸氣呢 會自動落在兩側 這樣子蒸包子啊 饅頭啊 就不會表面濕搭搭 蒸起來皮都崩崩的很完美 然後放入我們剛剛蒸好的蔥花蛋 一定要淋一點點的醬油膏 吃早餐囉 我是標準的亞洲胃口 出來玩早上還有熱熱的 饅頭夾蔥花蛋可以吃 啊 太幸福了 再看一眼漂亮的湖景 山景 還有這個 很溫馨 很舒服的小木屋 因為準備回家囉 最後一天本來呢 想要去另外一個國家公園 爬山的 但是當天開始下大雨 只好提早回程囉 回到我家社區 楓葉也都很紅了 第一次挑戰呢 在別人家的廚房拍攝 在森林裡中做甜點 謝謝你看到最後 我有小禮物要送你喔 我把這次拍的照片印成小卡片 搭配呢 我摘的魁北克楓葉 而且經過特殊處理 讓楓葉呢 保持它原本漂亮的顏色 這樣一組很有秋天味道的卡片 只要在本次影片下方留言 我會隨機抽出三名巧手 寄過去給你 更多細節 請看影片敘述 希望你喜歡這次影片 我是巧兒 我們下次見囉 Ciao